我的天哪 你喝过这种长得像大蒜的椰子吗 有个小果子把它给打开 喝完椰汁以后 竟然在里面发现了一枚水晶椰宝 据说把这枚椰宝放进水里 清水就会变成椰汁 喝什么都是椰汁味的 不是吧 明明小椰子里面竟然能开出水晶椰宝 而且把这种水晶椰宝放进水里 清水就会在这椰汁了 为什么肚子有椰子呢 这么神奇 不过椰子里想找出椰宝 应该不太容易吧 这种小椰子竟然有9块9一个 过后我的鱼花钱已经不多了 让人们先买5个回来试试呗 小朋友们 今天给你们买回来啦 都是铁里的椰子呀 每两个都是这种 长得像蒜头一样的小椰子 吃这个这种椰子 很容易长出椰宝 咱们一起来开开看 有个问题找到水晶椰宝吧 哼哟 里面还有椰汁的声音呢 成年年的 看了外皮可见一个 让我先来开一个 接接接接 妈呀 这也太难切了吧 宝贝呢 给贵哥们点点赞赞呀 但是925之力终于被我给切开了 哇 明明全是香甜的椰子水呀 不过我好像没看见有椰宝 看来得先把这椰子水喝光 看看这椰宝 终于把里面的椰子水都喝光了 不过我怎么没看见 这里面有什么椰宝啊 明明除了椰子 什么都没有嘛 不过这椰子里的椰子 也太好伤了 它有没有暖照呢 咱们再来开第二个 开开开开开开 妈呀 我的手都快劈断了 终于是打开了 这椰子真的是太难了 让我来把里面的椰子水都喝光 可吐死我了 这个里面 我的椰子也是没有椰宝的 现在只能继续了 在这最后箱子里面了 接下来咱们用一口气 把我们的椰子全部打开 给大家看起来 小伙伴们跟着我一起来做个小生事吧 据说学生党没办法用这个手势 同时点赞和关注 你能做到吗 谁做小生党 同时不能用这个手势 点赞和关注的 我一定要来试一下 别小看我们学生党 诶 果然是不能同时点啊 小伙伴们 你们可以做到吗 赶快来试一下吧 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开椰子了 小伙伴们记得给我点点赞赞 蛤 会不会在切什么呢 看起来好像大碎了 终于把这三个椰子给借出来了 我的手啊 我才装起来了 不知道这三个里面 又没有水晶椰宝啊 谁上门啊 来了来了 原来不是大碎 这些是椰子 我一起来好香啊 我也想来尝一口 最后一个啊 这个味道怎么这么咸啊 没过了也挺好喝的 这里面是什么啊 怎么有个六七七的东西啊 这该不会是传说中的椰宝吧 看起来意义的呢 拿出来看看 我去 好圆的一颗椰宝啊 嘿嘿 我也太幸运了吧 不了不了 咱们赶紧走 没有人敲门啊 嗯 这个怎么都没了啊 我的天哪 你吃过这种软软坦坦的西瓜软糖吗 竟然有人在里面抽到了一颗香满钻石的水晶西瓜 把它切开后 里面竟然也是钻石的 还能爆出很多水晶 拿去给卖西瓜的老板 他就会送你一百多斤的大西瓜 真的太神奇了 什么 西瓜桶里竟然有水晶的小西瓜 这种西瓜切开一波 里面的红色然后都是钻石的 据说还能爆出好多小水晶呢 要是拿去给卖西瓜的老板 他就会送了一百多斤的大西瓜 如果我还说小语 咱们去小卖部看看 有没有这种西瓜糖 小语在那里呢 小语 小语 快跟我去小卖部 怎么这么多西瓜糖啊 这是小卖部做活动 两块钱一起大包 这么多 你看我的西瓜糖里找什么呀 那种水晶小西瓜 水晶小西瓜 对没错 又是水晶小西瓜 只要找个水晶小西瓜 咱们可就吃不完的西瓜糖啊 那还等啥呀 赶紧开始找吧 这就得一颗一颗打开来看看了 这个西瓜糖也太飘糖了吧 来尝一口 我的妈呀 竟然是爆浆的 味道大好了 这种西瓜糖呀 我一口心都算真大包呢 那咱就边吃边找吧 第二颗 是糖 第三颗 咦小西瓜 这个就是你说的西瓜吧 我说的西瓜可不是这种的 这颗也一颗饭都没有 咱还是继续找吧 哎 这颗里面啥都没 倒就能把它给吃 怎么还是糖啊 我都已经看过这么那么多了 虽然你好吃又能爆浆 但是能不能给我来点别的东西 我都快吃腻了 你能不能憋着啊 用一种水晶习惯啊 不然这么多 咱们找到什么时候啊 叶琪嘛 咱们先来做个小测试 今天才发现自己被手机骗了这么多年 用了这么多年手机 今天才发现一个今天大秘密 26件第二排字幕竟然是这个意思 爱上对方过后就哭了 反过来的意思是 离开就会辜负的是爱 你打出来的是什么呢 原来听到说这个像第二行是那个年轻一句话的 让我来看看我的打出来是什么 为啥我打出来的是阿斯顿法国红酒快乐啊 亲爱的你能打出来的是什么呀 设施完毕咱们接着来找小西瓜 我真的剥累了 我剥了这么多只剩最后三颗了 咱俩没瞅见这小西瓜到底在哪啊 怪不怪是你说的那个西瓜根本就不存在啊 接着嘛咱们还剩三颗呢 让我来把这最后三颗剥了开门 哎 刚才我怎么没注意到 你压三颗的三颗 原来大小一起也都不一样啊 那咱们这种最小的这颗可以抽吧 哎 又是这种小西瓜 哎 只有你喝用啊 想来开这个最大的 长得真像是球呢 哎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钻石西瓜了 这就超强了吧 这什么强都是钻石 听说这玩意儿切它以后 那里面也是做什么 那你给你切开它啊 想动 西威 啊 怎么切不动啊 你再用两绿啊 这水击西瓜感觉就像是蜂蜓做的一样 根本切不动啊 哎 办了 咱们还去看看最后一步道里面是什么吧 打黑 不 竟然是钻石的西瓜绒 原来是根本就切出来的 而是被你推动的呀 这一种怎么赶紧去种脸瓜的楼子 干什么呀 是跟咱们敢买这么大西瓜 两个大鸡的大西瓜 我的天哪 你知道这种绿头鱼沙雕人吗 他们长得一脸蠢萌 还可以随意拉伸 有个小伙子把沙雕人剪开 在他的身体里 竟然发现了一枚四叶草水晶球 据说到了午夜 这枚球就会散发绿色的光芒 但凡是看到绿色光芒的人 都会在一周之内获得好运 真的是太神奇了 竟然还有这种绿头鱼沙雕人 这枚子也太蠢了吧 剪开油 竟然还能发现四叶草水晶球 最重要的是 这种水晶球 到晚上就会发出新的绿光 但这种绿色光芒 马上就有个好运动了 但是是哪个仓能买到这个绿头鱼沙雕人呢 竟然你看这个沙雕人 长得好狗伸 你这个从哪买的呀 这个大人是从小卖部买的呀 老板心里的我 是不是很可爱呀 是蛮可爱的 这肚子很悠悠的 说不定里面有宝贝呢 什么宝贝 你干不吃下把它剪开吧 哎呀别小气嘛 让我来试一下 要是找不到宝贝的话 那我就陪你好了 仔细看着绿头鱼长得也太搞笑了吧 随便做个表情也很蠢了哦 捏捏捏 这嘴的样子还有点像大心一样的 他的手臂拉伸得好长呀 肚子里捏起来成绵绵的 特别的耐帅 咱们来捡捡看 看他的肚子里有用气的投水晶球 那个小屁屁 那白色的沙马上就喷出来了 这个场面 怎么有点不可瞄住呀 咱们把这个口子给捡大一点 一切圈驴 让你们的沙尘告出来 胖子里的绿头鱼 瞬间就干瘪掉了 但是没想到 我肚子里竟然有这么多的沙子 找了一找 这沙子里头都没有 我的绿豆人怪掉了 你不是说那里面有什么宝贝吗 这一只里面倒是没有 是你下一只里面才有的 哪有下一只呀 别紧 等着我 马上我就回来 咚咚 导致的我们回来了 我在想拍过 买了四只猪绿头鱼 哇塞 你好有钱呀 这一只可要25块钱的 我超辣可都是胖沉沉的 那你要把这四只全部剪开吗 不剪开怎么知道里面有个宝贝呢 这一次咱们换个大一点的盘 小肚子也太肥了吧 我捡你 好多沙子呀 沙子全部掉出来 完了 不错这只里面也啥都没 算 算来一只吧 这一只咋就像没睡醒一样呢 快醒醒我呢 快醒醒我呢 咱们从肩膀肉给它剪开 一掉头来 胳膊没了呀 又没有 想找到四叶草水晶球也太难了吧 会不会是你运气不好呀 要不然换我来吧 这里那种人长得这么憨 一看就跟我一样 是个射口 咱们就从她的脚这里开始剪吧 全是细沙呀 反正她肚子都快空了 你也没看到里面有东西啊 这些细沙已经完全倒出来了 也没有发现有宝藏 就只剩最后一只啊 这只要再说不然 不我们就全军覆没了 因为她的肚子看起来超圆 应该有东西吧 咱们直接从她肚子上风开始剪 先摔手进去淘一淘 我听到她说 有没有东西啊 赶紧拔开来 天呐 这就是四叶草水晶球啊 这也太好看了吧 不要心心啊 这还真的被你找到了 真的被辛苦你了 不准连起来扫了这么大一个球 不过这球有什么用啊 有天黑 你们知道了 小伙伴们 现在已经到了晚上八点咯 我看这个球也没啥变化呀 我是因为咱们现在还开着灯呢 然后把灯关上 我就能看着 她是什么样的啊 难道她是个烟明珠 我才能看着发光啊 你们的四叶草 太多了 她太多颜色啊 而且最后看着 绿色四叶草的人 你才会让一珠 有好运走人在身上哦 我又赶紧洗个月了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也快来洗个月了嘛